走那一刻 腦袋是一片空白 只是想著怎樣逃離 被防暴包圍的地方 走完之後 其實心裡真的會內疚 是會覺得對不起 還留在裡面 走不了出來 或者被人拘捕那些手續 因為一開始朋友 就和我都是覺得 即是他好懂報警 裡面我就覺得太少人了 他們不安全 所以想要多些人去拘捕他們 所以我們就進去了 直到第二天的六點 是失手了 大量燭龍在中間衝進來去捉人 也聽到燭龍在衝進來捉人的時候 是叫著打First A 打First A 之後很多人都上去 去A 上面那邊 暫臂 然後就定火魔防止那個燭龍 繼續進攻 那時候我們就 萌生了這個撤退的念頭 因為我們一來 不知不夠 二來人手也不夠 守不住這麼多個出入口 我留下是因為 很多抗爭者都保持著同一個信念 齊上齊落 我也不希望 見到保持著和我同樣信念的人 在這場運動裏面 留他受傷 被捕 所以我也不想 丟下他們 自己走進去 一開始 士氣是很低沉 很多人說不想受傷 寧願脫掉裝備 去找一個位置 躲起來 讓人被捕 好過衝出去 吃子彈 6點 網絡平台 有人說 很多人來 去掙援我們 之後 我們 其實士氣是 一度是 急起直追 抱著一個念頭 就是 我不要留在這裡 被人告暴動 進去錯十年 然後 我們就是 很多人抱著這個信念 不管三、四十天 趁他 在警察那邊 在消防部的情況下 衝走了才說 我走的時候 是 不多人 是剩下 兩百 兩百人 如果 我和我那批 手足走了之後 其實是 剩下 可能 百多人 左右 他們 他們衝進來的時候 我就 一直在跑 跑手 我眼前 在噴水池裡面 見到 有兩隻操龍 一個 就抓住 F1 一個 捉住 普通的示威者 在後面 就有 速龍 就說 先打F1 之後 就 按住 他的頭 來打 我本來都是 打算去幫忙 但是 他 開始 專業目標 開始追我 其實我沒有辦法 我手上 沒有任何武器 所以我都是 最 只能逃走 知道的 但是立場 都是 因為我 家裏是 新移民 所以 立場方面 跟 我的立場 是 會不同 當然 因為發現 他們 看的東西 跟我們看的東西 完全 不是一樣 他們 只 關心 身邊 哪些事 會 直接影響自己 而我就是 覺得 香港是 一個 大家的家 大家都有 責任 就是 保護他 所以 中間 都發生過 不少的爭執 尤其是 我跟他們 說 我要出來 遊行 那時候 是 真的 會 爭執到 動手 這個地步 是 看到的是 每天都 被 社交網絡 充斥著一些 警察 濫用暴力的 片段 行為 其實 情緒是 非常之不好受的 每天都是 這樣 更加 在 有段時間 是試過 就是 睡不著 的 朋友 其實 身邊 很多朋友 都是這樣的 都是對這些事件 感到 很痛心 的 我一開始 其實 都是 不是很理會政治 那些 只是 透過 電視 例如 TVB 那些 新聞報導 去了解 這個 政治 即是 附近 發生了些什麼事 這樣 其實我一開始 是連 建制和 繁雲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在這場運動 開始之前 但是 那時候 我第一次 是 見到 有100萬個人 去 反對 這個 之後 所以 我都 希望 去了解 我身邊 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6月12日 即是 6月11日的夜晚 6月12日的早上 我 正 打算去現場 看看 會發生什麼事 結果 一到 三點的時候 防暴警察 是 向著 幾萬個 戴著口罩的市民 是 私放催淚彈 以及 雀膠子彈 這一幕是最難忘的 即是 不要 說 香港的示威是 很激進 很暴力 其實 我覺得 真正暴力的是 政府 是什麼 政府 才可以 迫使到 100萬人出來走 去不停 200萬人出來走 去不停 要流了這麼多血 先肯 撤回這條條例 先肯回應我們其中的一個訴求 其實 暴力的 我覺得 真的是政府 它是 政治暴力 是那些 對香港人的暴力 事情發生 所以 而政府 是可以 佐視不利 其實我覺得 這個政府 這個香港政府 還是不是香港人的政府 未來 其實是 我們是 這個社會的下代 未來 都是由我們成熟 正正是因為 比較 年長的 可能 上了案的 那些 他們不關心社會的事 因為覺得 都 跟自己沒有太大關係 很多人都抱著這些想法 所以才導致是 要中學生 自己站出來 為 這個社會 發聲 我沒有後悔過 有嗎 太多了 我們要去看看 這三個 有 是 對 一 那 在 那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